奉觉是声明,我继续我的分享《试诗记,征服应许之地》。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,神吩咐吉典拆毁巴黎的坛。 当然,这个任务并不容易。 就好像今天我们一样,如果我们要征服应许之地,神也会吩咐我们做一些事。 就像我之前跟你们分享的,我曾经是希腊东正教的教徒。 因为我的养母就是属于那个宗教的。 所以当我告诉她说,我要在耶稣教会接受洗礼的时候,她回答我说,如果你这么做,那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 我当时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,觉得非常伤心。 但感谢主,祂赐给我力量,让我可以接受洗礼。 我和我太太接受洗礼的那一天,我的妈妈不愿意和我说话。 但每一个星期日,我都还是会打电话给她。 她就不接我电话。 我一年来,持续都这么做。 那总算在一年之后,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,她就接我的电话了。 感谢主,在那一次之后,我们的关系其实比之前还更亲近。 也感谢神也因为那次的经验,后来我的养父得癌症的时候。 她在离世之前也接受了洗礼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,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,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。 就好像对基地人来说,要拆毁她父亲设立巴黎的坛,其实很不容易。 不止这样子,神叫她拆毁坛之后,还要为神主一座坛, 将第二只牛线为番祭。 所以她不只要拆毁巴黎的坛,她还要替神主一座坛。 对于我们来说,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这幅应许之地,我们也要做同样的。 当我们从心里除掉所有的偶像,我们要请神住进我们的心里。 因为当我们拆毁偶像之后,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坛建筑在自己的心里,迟早那些偶像还是会回到我们的心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来说,当我信主之后,我并没有和我之前的朋友在持续我们的友谊。 因为我知道我第一年的信仰道路会是非常不容易。 我对我自己说,在前三年我信主之后,我必须要在心中见主神的坛。 那我如果继续和过去的朋友在交往的话,其实是有非常不好的影响,也有非常多的诱惑。 因为他们很喜欢去开趴喝酒等等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,如果我们想要建筑神的坛,我们必须要先拆毁心中偶像的坛。 那在我们建筑神的坛的时候,我们要确认,我们要建筑一个坚固,可以永久站立的坛。 那就像神所吩咐激烈的一样。 神在这里说,在这座坛上你要将第二只牛献为番祭,又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财。 所以他不只要拆毁这些木偶,他还要将这些木偶燃烧作为献给神的番祭。 同样的,今天如果我们要建筑神的坛,我们也要有牺牲,我们要牺牲掉所有不符合神的事情。 因为唯有如此,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力量。 但这里在第27节。 吉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,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 他因怕附加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,就在夜间行了。 我们今天要拆毁一座坛,需要用智慧去做这件事。 我们知道这座坛是属于魔鬼的。 就好像你我都有很多的软弱,我们也知道撒旦想要掌握这些软弱。 所以当我们在拆毁这座坛的时候,我们要确定在这过程中,不要不小心伤害了自己,也伤害了别人。 我记得有位姐妹,她的先生不是姓主的。 有一天她先生从日本回来,就带了一些偶像放在家里。 还有其他一些拜偶像之物,也放在家中的各处。 那个时候,他们的儿子每个晚上都发高烧。 那刚好这个时间点,也就是领恩会的时候。 他们带这位孩子去看医生,医生就说奇怪,他既没有感染,也没有其他的问题,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发高烧。 在她在领恩会祷告的时候,神就向她解释。 她必须要将家中所有的偶像出去。 虽然她先生是外邦人,但是她已经将这些既偶像之物放在她的家里。 所以那个时候,她叫她的先生过来,告诉她先生说,我们必须要除去所有的偶像。 我告诉那位姐妹说,请她等我们到了你家,然后我们一起除去那些偶像。 因为她的丈夫不希望她的儿子持续发高烧。 所以当她听这位姐妹对她的要求,她非常心急想要把所有的偶像都拆毁。 但那个时候,我告诉这位姐妹说,请你的先生等我们到你家的时候再销毁这些偶像,来不及了。 那时候她先生已经销毁了。 那她其中一个需要销毁的偶像,她就用一个想刮胡刀的刀子。 那在她试着要销毁这个偶像的时候,她不小心这个刀就刮到自己的手腕一直流血。 其实这种情况常常发生,尤其是当人家想要销毁家中的偶像的时候。 尤其是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,当他们想要销毁偶像的时候,撒旦会非常地愤怒。 撒旦会用不同的方式试着伤害他们。 我记得有一位目道者,他想要从家里除去偶像。 因为撒旦知道她想要销毁这些偶像,就趁她睡觉的时候向她显现试着下巴。 她非常地惊吓,就把所有的偶像丢到一个垃圾袋里面。 那时候她就想要丢到垃圾桶里。 在她把这些偶像装在垃圾袋之后,要拿出去丢掉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她就跌倒撞到头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,不论我们想要从心中或是家中除去偶像的时候,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。 因为对于不幸的人来讲,当他们想要去除这些偶像的时候,总是会发生一些事。 我们来看第28节。 我们来看第28节。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黎的坛拆毁,坛旁的木偶砍下,第二只牛线在新竹的坛上。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那里城里的人不开心了。 因为他们清早起来看见巴黎的坛被拆毁了。 木偶也被砍下。 而且还有一个新竹的坛。 当然他们看到这个景象非常地不开心。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,当我们想要在心里逐一座谈除去偶像的时候,总是会有一大堆的阻挡。 因为撒旦不想我们做任何可以荣耀神的事。 我们来看看尼西米想要从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。 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敌人试着阻挡他。 因为他们如果知道尼西米和选民如果可以重建城墙之后,那神的名就得着荣耀。 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。 当我们想要重建神的圣殿,在我们心里建筑神的坛的时候,就会有很多的阻挡。 第29节。 就彼此说这是谁做的呢? 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牙师的儿子基点做的。 虽然基点是在晚上做这件事情,希望别人不要知道是他。 但是城里的人马上就查出就是约牙师的儿子基点做的。 那他们要做什么呢? 30节。 城里的人对约牙师说,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,因为他拆毁了巴黎的坛,砍下坛房的木偶。 这些人气成这样还真是有趣。 他们气到要将基点和他的家人都杀了。 因为他们拆毁了巴黎的坛。 那就告诉我们什么呢? 很多时候,当我们想要帮助弟兄姐妹出去他们的偶像时,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。 城里的人其实本来应该要很高兴,因为基点做了一个好事。 但是他们并不这么觉得。 就好像今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去除他们的偶像时,我们要先祷告求神帮助。 因为有些时候,他会非常生我们的气。 对于我来说,身为一个传道,我因为要做这样的事,我其实曾经失去了很多的朋友。 而且我现在是在讲教会的弟兄。 有些时候,你看见他们朝错的方向走,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。 你试着跟他们分享,鼓励他们,要他们回转,但是他们反而生意的气。 最后,我们看到基点就成为城里的人的敌人了。 有些时候,当我们试着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,我们也会成为他们的敌人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,我们要有智慧并且依赖神。 请看第31节。 约雅师回答,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,你们是为巴黎争论吗?你们要救他吗? 谁为他争论,趁早将谁致死。 巴黎若果是神,有人拆毁他的贪,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基点的爸爸真是大有智慧。 因为他说的非常的真实。 你们是在为巴黎争论吗? 你们要救他吗? 谁为他争论,趁早将他致死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,约雅师,也就是基点的爸爸,其实他蛮有权柄的。 他在说,巴黎若果是神,让他为自己争辩吧,这非常符合逻辑。 那也因为他说了这些话,我们可以看到,人民的怒气就消了。 这是为什么今天,当我们想要帮助走迷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,我们需要很多的智慧。 因为有些时候,在帮助人的过程中,我们自己也会迷失了。 有些时候,在帮助人的过程中,我们自己变得灰心丧死,再也不想要再做任何事。 这就是为什么,主耶稣告诉保罗说,你要从人,从黑暗中带出来进入光明。 从撒旦的权势中带出来,进入神的权势中。 我们来仔细想想,这样的任务,其实非常的艰难。 因为那些在黑暗里住习惯的人,他们不想要住在光明里。 那些长期被撒旦控制住的人,他们不想要到神的权势之下。 这就是为什么,我们要拆毁他们心中偶像的谈,需要极大的智慧。 要在他们心里,在住一座神的坛,也同样需要很大的智慧。 32 节。 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黎,意思说,他拆毁巴黎的坛,让巴黎与他争论。 我们在世界上,不论崇拜什么样的偶像,其实都不算什么。 就好像,如果我们自己将自己当作偶像一样。 当我们生病快要离世了,我们能替自己做什么呢?什么都不能。 对于我来说,我有六英尺高两百磅。 有些时候,只是一个小层子掉到我的眼睛里,我就开始流泪了。 这就是我们人到底有多软弱。 那如果今天我们把钱当作我们的偶像呢? 当然,有钱本身不是错。 但钱没有办法买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 好像医治我们的病痛一样。 或是带给家庭平安喜乐。 所有这些重要的东西,钱都是买不到的。 其实我们不论把任何东西放在神面前,我们最后都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建的坛,也就是唯一的坛,就是神的坛。 然后将其他所有的偶像献祭给神。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完全地从我们心中除去这些偶像。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基点的智慧。 请翻开第七章第24节。 基点人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说,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,真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,直到巴伯拉。 于是以法连的众人聚集,把守约旦河的渡口,直到伯巴拉。 在神选了三百个壮士去征战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基点已经得胜了。 所以基点人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,告诉他们下来攻击敌人。 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一节。 诗诗记八章一节。 乙法连人对基点说,你去与米甸人征战,没有招我们同去,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? 他们就与基点大大的争吵。 我们知道以法连是最大的族。 他们有些时候并没有征战就得到他们要的。 譬如说,迦勒和约书亚告诉他们说,上去山上去为了你所得的基业征战,他们却不愿意去。 那我们刚才读到基点已经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,叫他们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。 那为什么以法连人还对他这么生气呢? 而且他们还做这样错误的话语说,你为什么与米甸人征战,没有招我们同去呢? 也就是说,他们其实在找麻烦。 第二节。 基点对他们说,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? 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歇所摘的葡萄吗? 基点真是大有智慧。 因为当他发现以法连人生他气的那一刻,他就谦卑自己。 他说,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歇所摘的葡萄吗? 他这个意思是说,以法连所有最不好的都强过于基点所有最好的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 在神国里面,在神的家里面,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。 在任何家庭里面,我们可以有争吵。 但是我们要确认,在这争吵当中,我们不要到一步说,我们心中其实是恨恶对方。 在教会里面,不是那么多人都值得都是可爱的。 那也许他们不可爱是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爱过。 所以其实针对最不可爱的人,我们反而应该要给他更多的爱心。 因为不论怎么样,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 而且神给我们的诫命是要我们爱他们。 当我们吵架争论的时候,也许是我们心里骄傲,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。 但我们要达到可以有一心和睦的时候,我们就必须要谦卑自己。 其实没有什么是重要到我们必须要彼此争吵的。 当然有些时候在教会开会的时候,我们会意见不合,我们会讨论我们自己的想法。 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里就停住了。 我认识一位弟兄,他总是非常生气。 在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,他就是在跟我抱怨他有多生另外一位信徒的气。 那当时我听他形容他跟另外一位信徒的争吵,我还以为是昨天才发生的事。 但是后来和他再继续谈下去,我才发现这个争吵是发生在二十年前了。 结果他还是在生气。 他还是不愿意来教会。 因为只要那些弟兄还在教会,他就拒绝来教会。 其实这样不是很好的生活方式。 在上一星期,有一位弟兄有心脏病,有心脏发作。 因为他,对不起,这位弟兄就是有心脏病。 因为他总是非常生气。 我每次去拜访他的时候,他从来没有正面的话对我说。 这就是为什么,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总是会生气。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的怒气到一个地步,让我们回去憎恨对方。 不是每位弟兄姐妹都一定要做最好的朋友。 但同时我们要记住,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在心中有愤恨。 我们可以看到,基敬非常有智慧,可以制伏以法连的怒气。 他继续说,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,厄历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。 我所行的,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? 基敬说了这话,以法连的怒气就消了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,我们总是要尽力与人和睦。 尤其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。 因为在属灵上的弟兄姐妹是永恒的。 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,我们可以看到,启示录说,最终只会剩下一个军队,那就是圣人的军队。 当撒旦被释放之后,他会到世上来,要蒙骗全世界。 他会制造他的军队。 那他们会做什么呢?他们会围绕圣人的军队。 这个圣人所住的地方,其实就是一个营寨。 这里就是在说,在末世的时候,我们都会经历大逼迫、大患难。 但感谢赞美神,我们还会拥有的就是彼此。 我们会一起受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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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会一起得胜。 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, 虽然我们从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国家来, 但是我们总要记得,我们的体内流着是一样的血液, 也就是主耶稣的血, 再来我们看到,因为基电得胜了, 人民就希望基电和他的后裔可以管理他们, 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, 第二十二节, 以色列人对基电说,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电人的手,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, 我们看到这个经节, 我们会觉得非常伤心, 因为人民还是不了解, 也其实是神拯救他们, 他们只看到基电拯救了他们, 因为这样, 以色列人就希望基电和他的儿孙管理他们, 也就是说,他们还是不理解神是他们的王, 神是管理他们的那一位, 二十三节, 基电说,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, 基电说, 我不管理你们,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,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, 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, 我们也许会怀疑说, 基电讲这个是真心话吗? 当他说,我不管理你们, 当他说,我不管理你们,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,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, 他是真心的吗? 照圣经的记载来说, 我们可以看到, 其实他并不是真心的,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? 因为基电当时他知道, 他其实已经管理人民了, 但他要的其实不是做首领这个位置, 而是其他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, 我们不要心里想一套, 嘴里说一套。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非常不喜欢撒毒干人, 还有法利善人, 因为他们假冒为善。 他们就是口里不依, 虽然他们外面是非常富丽堂皇, 但是心里面就好像枯干的骨头一样。 这就是什么基电说, 我不管理你们的时候。 他当时其实已经就在管理人民了。 但他却说,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? 在第八章三十一节, 他的妻子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, 基电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 所以他有一个儿子是从他的妻生的, 基电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 亚比米勒的这个名字跟另外一个名字, 其实非常的接近。 亚比米勒的这个名字跟另外一个名字, 其实非常的接近。 他不是我的王。 所以感觉其实这两个名字好像是同样的意思。 那为什么他会给他儿子起名叫, 我的宿是我的王呢? 除非你自己心里觉得你才是王。 你能不能想象今天有人说, 哎呀,你长得好美好帅。 然后你说, 啊,没有啊,我不帅,没有。 结果你生了一个儿子, 你举给他的取名字,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, 我爸好帅。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基电的一生, 我们要记得他一开始是多么的谦卑。 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, 他将自己的儿子起名亚比米勒。 也就是说, 当每一个人叫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时候, 他们就是在说, 我的父是我的王。 那我们可以在二十四节看到, 虽然他说, 我并不管理你们。 基电对他们说, 我有一件事求你们, 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儿环给我。 原来仇敌是以时马利人, 都是戴金耳环的。 当基电说, 我不管理你们, 唯有神管理你们之后, 其实他应该就转身走开。 但基电有他的计划。 这计划就是他想要造一个乙福德。 这就是为什么他向人民要求金耳环。 这就是为什么针对我们自己的骄傲, 我们要非常地谨慎。 因为骄傲就好像内出血一样。 当一个人是体内出血的时候, 你根本不知道, 一直到你倒地死的时候, 你也许才知道。 骄傲就像是这样。 第二十五节, 他们说, 我们情愿给你, 就铺开一件外衣, 个人像所夺的恶环丢在其上。 就是说什么, 我说当时基电其实已经管理人民了。 他说什么, 大家就会同意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, 尤其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神的时候, 我们要非常谨慎, 不要让别人来敬拜我们。 不要让自己变成被崇拜的对象。 我记得有一位弟兄, 他在带领查经, 非常有恩赐。 那个时候, 有一些信徒, 还有目道者就说, 如果在查经班, 你不安排这个弟兄呢, 我就不去了。 这弟兄却没有告诉他们说, 这样只是不对的心态, 无论谁来领这个查经班, 你们大家都要参加。 但是他却告诉职务会的人说, 我每一个星期六下午, 我都要带领查经班。 因为如果我不带领的话, 没有人会来参加。 这不是对的心态。 这是神的国, 神的家。 只是一位坐在宝座上的, 就是我们主耶稣。 所以职务会就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说, 我们都是请不同的人, 轮流来带领查经班的。 这位弟兄就非常生气, 离开了教会。 那其他敬拜他的人也同样跟着他离开了。 一直到今天, 他们都没有再回到教会。 所以今天当我们让别人来崇拜我们, 我们没有马上纠正他们, 随着时间, 这个骄傲就会战胜我们。 Gideon不应该跟人民要求任何东西。 那他做这个要求, 也就是因为他想要造一件物品。 我们来看看, 人民总共给他的金耳环, 总共纵一千七百社克勒。 此外还有米甸王所带的月黄耳坠, 和所穿的紫色衣服。 在第27节我们可以看到, 基地恩以此制造了一个义福德, 设立在本城俄佛拉,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义福德行了邪音。 义福德是一个祭司会戴在身上的。 其实不是任何的祭司, 而是大祭司。 为什么基地恩要制造这个物品呢? 他要放在哪呢? 他放在自己的城里。 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义福德行了邪音。 为什么基地恩没有办法明白这一点呢? 因为他的骄傲已经蒙蔽了他的心。 他知道当人家进他的城之后, 他们每次看到这个义福德, 大家就会知道说, 基地恩曾经拯救了所有的人民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, 我们不要让别人来敬拜我们, 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偶像。 我们不能控制别人怎么看我们, 但是我们可以掌控我们如何回应它们。 就好像大卫打仗回来, 那些妇人说, 大卫扫罗杀了千千, 大卫杀了万万。 我们是要怪那些妇人不应该这么说吗? 也许有一点。 但是其实最大的错是在扫罗和大卫身上。 扫罗不应该将这些赞美放在心上, 因此而对大卫生恨。 就好像这些人, 他们想要基地恩管理他们。 虽然他回答说, 神会管理你们, 但是他是这么说, 他的行为却是另外一套。 所以这个义福德最后就做了基地恩和他全家的网罗。 我们可以看到之后, 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也就是我父, 是我的神, 他杀了七十个他的兄弟。 那我们看到这里写这样, 米勒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泰皮四十年。 是的,表面看来他们已经没有敌人了。 但是事实上, 他们因为这个义福德已经开始行淫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。 在平安太平的时候, 我们要谨慎不要犯罪得罪神。 不要在我们心里造诸多的偶像。 再来这里说, 基地恩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,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。 这并不是属神的人。 在神让他得胜之后, 他已经渐渐地改变了。 他过了一个像是王一样的生活, 有很多的妻, 很多的孩子。 虽然他跟人民说, 我并不会管理你们, 但是他已经间接性地管理了人民。 只有王有许多的妻, 许多的孩子。 七十个儿子还不包括女儿, 搞不好他有一百四十个孩子。 而且这个是从他的妻来的, 还不包括他的妾。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, 他的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, 叫亚宾米。 再来约阿世的儿子基地恩年纪老迈而死, 葬在亚宾以谢族的厄佛拉。 三十三节, 基地恩死后, 以色列人并没有纪念耶和华。 所以基地恩死后,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黎行邪营。 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。 虽然我们嘴里可以说出很好听的话,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不这么想的话, 这就是非常危险了。 虽然基地恩替神做了很多大事, 但最后他让自己的家和以色列人, 都陷在拜偶像的罪里。 愿神继续带领我们, 祝福我们。 赐给我们力上加力。 希望我们藉由诗诗记这个五节, 查考的五节我们可以学习到。 虽然现在在这世上, 很多人觉得神不存在, 但我们知道, 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神。